你们的正节点在于 沟通方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同时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男生啊 女生对于你各种的情绪上的宣泄 这是一个好事 说明他对这段婚姻 你们的未来是有要求的 他希望能够做到哪些哪些 但是呢在你看来 这么点小事至于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吗 因为他跟你沟通出现问题 说服不了你 所以他去放大这件事情 用过度的这种情绪表现来告诉你 这事很大 他肯定说过 别人的男朋友如何 对不对 有没有说过 别人的老公怎么浪漫 因为他想要啊 你为什么不给呢 这是你的问题 女生同样 当你把别人送给你的礼物 鲜花摆在家里的时候 你可曾想你也做错了 我们着急也不能不择手段 就如同我教育孩子似的 我说你看看果果 人家多好 人家的孩子多么好 那天我儿子跟我说 那果果他爸还比你好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知道 别人的女朋友怎么做的吗 你在说别人家怎么样的时候 你潜台子你给自己推责了 好像都是他的问题 你没有问题吗 同样也有 对不对 你对这份爱情是有期望的 当然好啊 但你怎么去做呀 只能通过哭闹吗 只能通过跑来表示吗 也不是 把情绪啊收起来 互相去聊一聊 解决沟通方式的问题 问题 不会成为今后的问题 而且能成为今后幸福之路的 最好的动力 就这样 女生 只要结婚了 日子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既然你选择了婚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说是糊涂 但我单单要跟你说送花这件事 这个男生知道你结婚了吗 知道 一个男生知道你结了婚 还要送 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 他明明知道你是有夫之妇 还要送你蓝色妖姬 说白了就是不尊重的 你居然敢把花带到家里来 一般的女生不敢做这个事 再加上你开始说 在白酒之前你有三次后悔 你心里就是一个字 亏了 嫁给这个男人亏 这个男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 没有原则的包容 他没有把你那花扔出去 就算是尊重你了 你还有什么好意思在这哭的呢 你就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你不要要了靠谱 反过来又要浪漫 你怎么会接受那个花放在家里 我特别不明白这个事 我觉得你前男友的东西没扔 那是过去的时候 他忘记扔了 不是别人送的 我觉得这还说的过去 你怎么能接受别的男人 送代表爱心的花给他 还放在家里 我要扔他 不让他扔 他就说我挺喜欢这个花的 然后就是说那个 你把他扔了 我马上给你再买一束回来 代替这个不就行了吗 我刚才也说过 他但是觉得这个花挺好看 我们是普通朋友呀啥的 如果我扔了以后 他又会特别生气 我就怕他生气 你的优点啊 是承受能力好 你的缺点是 你的承受能力太好 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可能太太了 你还好意思还说 你要记住一条界限 我怎么惯 是我的事 但是 如果在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 要从别的异性身上去得到 这我绝对不能容忍 你这种原则底线 一定要把握住 我这种原则底线 我从别人都没有